中文字幕志愿者 下午我在进行例行的安全检查的时候 当时这个风和日丽 然而仅仅过了20分钟的时间 江面上就乌云密布 我下意识地就感觉到 标签中即将来年 而且当时我们的这个 夜压打装锤已经掉在了办公中 我打了十几通电话 给各个参见单位 成功地最后完成了一次这个预警 当时回想起来 其实还是蛮后怕的 我们会有想家的时候 不过你再想想 等到我们老去的那一天 等到我们坐在轮椅上的那一天 回想起我们年轻时候 参加祖国一带一路的建设 应该会别有一番滋味吧 我们都应该做一个 有故事的人 都应该说 我们开始认为 今天我们被转的 是由于 这个颈告 第二个大神 还要过落